안녕하세요!不知不觉又来到第三季啦! 这一季有不少续集作品的上线 那当然还有很多全新的作品啦! 那我们就马上一起来看看! 原本让我期待无比的甜甜爱情剧 俊浩和润儿的CP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但剧本整体缺乏内容、架构薄弱 虽然没有期待在剧情上能有多少突破 但还是不免让人觉得可惜了这样的卡丝 如果喜欢无脑看甜蜜爱情剧的人呢 还是可以打开唷! 穿越时空的题材还不少 我尤其很喜欢这部营造出来的副舞感 开口的悬疑氛围还挺引人入胜的 但中间剧情实在是太过降服 导致时不时会觉得有点脱戏的感觉 还好接近结尾的阶段收得还不算太差 算是有惊喜感也有笑有泪 具有层次感的收尾! 有院子的家!三颗星! 女神金泰西这次回归挑战惊悚玄一句 从一开始就营造出煤气灯效应的感觉 让观众也跟着搞不清楚究竟真相是什么 虽然整体氛围有一点沉闷 而且具有一种压迫感 但剧情推移,节奏适中 演员们在细节上的诠释也相当精彩 还是有不少值得一看的部分喔! 有意的炸漆三颗星! 一开始我觉得在这部剧中突破次元的拍摄手法 十分有趣而且流畅 如果以这样的节奏进行下去 搭配特殊的炸漆题材 肯定会相当精彩! 可惜的是桌后段重点放在主角群们和反派集团的角力 让炸漆这个题材有种被弱化的感觉 爽度大大的降低啊! 虽然男女主角的演技很精彩 但剧本真的是有点可惜囉! 九尾狐传的续集将时间线拉到了1938年代 不得不说这次比起第一季精彩程度大增啊! 剧本和演员们的化学效应搭配极好 必须要很快地说 少了女主角加重友情和兄弟情路线的九尾狐传 在我心中才真正展现出了九尾狐故事的绝妙魅力啊! 浪漫医生金师傅3 3.5颗星 我认为这一季真正精彩的部分呢 是从大型事故之后才开始 前队的小故事以及恋爱线的铺陈 都让我有点找不到金师傅聚集一直以来之所以吸引人的魅力点 好在周后段呢有稍微将重点拉回意料线上 毕竟金师傅的魅力就是来自那些真实感十足的手术系 以及医生们和现实情况冲突及碰撞 呈现出来的精彩世界 假面女郎3.5颗星 一口气追完这部漫改剧的我呢 还蛮喜欢这部剧呈现出来的诡诀悬疑感 其中在不同时间段 启用三个演员来演绎同一位女主角的这个挑战呢 不但不突兀甚至是相当加分的 虽然故事后段变成有点像是阴魂不散的大逃杀游戏 但整体来说故事还有吸睛度上都是值得一看的喔 Numbers 大夏之灵的监视者们3.5颗星 双帅男主洗手演艺题材相当冷门的会计师故事 套路主轴围绕着复仇戏码 并不算太新颖 但是加入对一般人来说还不熟悉的会计师领域知识 就让一切看起来既专业又耳目一新 可惜的是题材内容呢有时候还是太尖色了 是需要剧金会神好好观看的剧 相信很多人还是因为这样而器具了 一上线就带出热度与话题的网红崛起故事 主轴还带有浓厚的悬疑成分 剧中的撕逼场景虽然有点浮夸 但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充分将这个生态可能会发生的情境 描写的会声会影 我个人呢是没有太满意结尾的部分 虽然警示效果和其中想要呈现的想法都还蛮不错的 但收尾的方式还是有点突兀有点可惜 就按寻凶2 四可星 第一季让我赞不绝口的刑警录回来啦 这一季延续上一次的剧情和氛围 将整体故事拉得更广更圆 由于出现的角色有更多了 所以在剧情某些发展上显得有点太复杂化 但整体剧情当然还是既完整又缜密 收尾收得很圆满 将所有人的动机和故事都牢牢串起 两季连续追起来的话想必爽度被增 第一批逃兵追气令2 四可星 同样也是续集到逃兵追气令 也是延续前一季的伏笔 将剧情精彩的衔接起来 主角群们呢在这一季有更多性格上丰富层次的呈现 所以演员们在这一季的表现精彩度是不输第一季的 但因为这一季相对又更沉重了 所以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第一季 着重在不同逃兵故事的这种氛围中 不管怎么说 这一季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这一部呢从悬角到剧本都深得我心 男女主角精彩的演技当然不用说啦 只透过眼神和氛围的转变 就将剧情里面的悬疑桥段演绎得让人很萌直属 其中透过多种恶鬼的故事来呈现出 其实有时候 人类比鬼怪还要更邪恶的事实 我觉得演员们的演技搭配饱满的剧情 将每个重点转折都精彩又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本次的特推是轻松小品陌生人 讲述相依为命互相扶持的一对母女 一个是行事莽撞随心所欲的母亲 一个是撒脱率性善良坚毅的女儿 呈现出她们如同陌生人般非典型母女的同居生活 剧情呢可爱又生动 除了日常的小故事之外呢 还加入了悬疑的成分 让整个剧情呢既丰富又饱满 第一点剧情流畅情感细腻 剧情围绕在过去以及现在时间线上的两位女主角周遭 包括她们的生长故事和在这过程中 她们是如何默默成为彼此的依靠 都透过十分细腻的镜头来呈现这些重要瞬间 看似微小的故事和互动都成为支持她们的力量和养分 尽管不善言辞但在她们心中 彼此就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第二点 节奏活泼叙事精彩 整部剧呢传插了过去和现在的故事 所以呈现手法就以每一集的小故事为主 与过去的故事呢做个连结 将整个前因后果顺畅的串接起来 让整体剧情非常有层次感 透过自然的搞笑桥段和深刻的情感戏 不管是角色还是她们的故事 都让观众十分有代入感 第三点 角色讨喜魅力十足 两位女主角的性格呢都相当吸粉 擁有自由的灵魂 帅气又帅性的母亲 时常需要洒脱又行动力高的女儿 来照应这个不懂事的妈妈 不管是两人时常动你的日常 还是要好的像一对姐妹一般的互动 都让人忍不住被她们的性格所吸引 看着她们有趣的故事呢 也让自己心情蹭蹭的up up up 少女时代的秀英呢 这一次在这部剧里面 实验帅气满分的女警 同时也是妈妈的另类男友 跟着这一对像是朋友般相处的母女 一起经历她们生活上的大小事 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看了让人心情很好 其中也加入一点悬疑的元素 让这部剧的内容更加丰富 绝对是值得一看的五星吼志 接下来再看的还有 训谋面馆2 等待了很久 摸星第六感 moving 全国死刑公投 灾后调查日之2 论这一季讨论度高 提财心里的新剧呢 就不得不提moving啦 强大的卡斯呢 让这一部剧在拍摄还有制作期间 就屡屡创造全新的话题 当然呢播出之后 口碑也是接接上升 还有惊悚悬疑的全国死刑公投 挑战以恶制恶的敏感话题 每周九一集啊 这两部真的都让人等了望眼欲穿啊 哼哼哼哼哼哼哼 即将进入尾声的2023呢 已经有不少好剧蓄势待发 让我们一起期待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或是对今天的内容 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关注留言给我哦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IG动态 那我们就推剧下次见咯 拜拜 我愛你